主持人一名 這樣能夠做一點小小的貢獻 取喜大家共襄盛舉 來救這個地球 中石化十年前就定下了双主轴的发展 一个是石化本业 一个是土地开发跟房地产系列 我们商办的代表就是军阀广场 厂办的代表座就是立体化的宁宇宙 艺术住宅的代表座就是陶珠影 所有的努力我们都控制在节能扩大减碳 这次我们得了两个奖项 一个是high-res一般奖 一个是mixed use得到五星奖 ESG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才会得到mixed use 在南北边的五楼都有一个生出来的大露台 这个露台一百多平有种树 让大家中午休息的时候 它要换换地方 它就可以来福岛的花园 或者到一楼的生态公园去 它应该是多功能的休闲 多功能的上班效益 在ESG方面多功能 石化方面我们也算是排碳大户 不管在里面的节夜用水 减少排碳 中石化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个人认为未来的时代 只要排碳不能碳中和 这些东西都应该要被淘汰 为了减碳 中石化已经投下去三十几亿 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对地球有贡献 是生产部副总李建宪 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朝向绿色企业迈进 我们以2005年为基准年 每年减碳2%为目标码 经过2008年的碳排放的盘查之后 基准年的碳排量是245万吨 截至2021年我们已经降到199万吨 陆续在制程改善方面已经执行了大概200件的案子 投入的金额超过30亿元 诸位工具 加入碳排放管理模组 将我们碳盘查的这些数据 结合现场的即时资讯 那设备的运作状况 也都有相关的资讯上传到这个平台 去通知给相关的主管 来做即时的应应 就是即时的监控 回馈预警 我是中时化公司环保处减方某 我负责的是属于ESG相关工作的推动 在2012年也成立了节能减碳小组 我们很早就在做了 大设厂ORC 这个是国内首座500k瓦 有机难肯循环发电系统 最主要是因为厂内有 那些低压升器没办法再进行使用 所以我们就利用它的热去产生电能 然后每年达到的发电效益 高达300万度以上 然后节水的效益高达4.5万吨 而成效也非常多度的 整个特摆的话我们就进行更新 还有腰瘦机效能的提升 使整体的效益高达17% 它整个的节电高达了1700万度 然后减碳的成效 高达了8000多万吨碳当量 海外包则市公司 再利用海水的沸居漁网 然后再制程 可以避免说那些漁网对相关的生态 但能缠到也达到保育的成效 除了前端的技术人员 还有操作人员的努力不懈以外 还需要公司后端的这些财务的资源 高达的这些主管的支持 才能达到我们节能减碳的目的 全体的同仁的同心协力 来完成这个目标 我们这个企业对社会应该要有责任 为了节能减碳 责任应该很重大 不只是对我们的同仁要有责任 对普通有责任 也要对社会有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